哎呀,结果紧跟着DJF喊出楼印 让你欠啊,干嘛要打100啊,摊牌就好了嘛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来看这一手牌啊,Bready AK加注到了140 这个Open起的可不是很大 翻前好像没有人再加注啊,Boltis的一手七八不同色 这个牌肯定是做不了三败了 最终这是一个五人尺 翻牌 六九十两张红桃 哎呦,这样的话Boltis这是买到了天顺啊 再来看其他人啊,Brandon重时 CIA拿到顺子定牌 而Nateo呢,是一手同八定牌 这手牌不会轻易结束了 Brandon下注300,CIA,Nate全部call了下来 看到这么多人都对底值感兴趣啊 又有两张红桃在,Boltis也是赶紧加注 他还是希望自己的天顺可以早早的收持 难免夜长梦多 老DK,有你的事吗 你手里又没牌 CIA盖掉,剩下Nate一个人啊 想了想,还是跟了下来 这样的话,排局继续 转牌一张黑桃勾 哎呀,这张勾给到Nateo一个后门双头顺的听牌 哇,这手牌Nateo坐拥成蹲的奥斯啊 可以反超啊 34%的胜算 17张奥斯吗 趁上Boltis再打一枪 这一枪也是越发的重啊 他很清楚Nateo在买牌 也很清楚要怎么来打掉对手 而在Nateo这边看来呢 这两枪有可能 啊,Nateo推出了欧印 果然啊,他也是觉得Boltis啊 或许也就是一手听牌啊 那么自己的欧印很有可能可以取胜 这样的话,今晚最大的底池呢 诞生了3万2千刀 评分是没可能了 看看会花落谁家 哎呀,最终River是一张红桃寺 Nateo做成了铜花啊 还是笑到了最后 可惜了Boltis 今晚前面赢的筹码啊 全部都送给了对手 来看这手牌 DJFK GO RACE到了120 Yara在他身后啊,P10跟了下篮 抓位的Brandon三四不同色 也选择了跟住 这样的话,三人持 翻前底持并不是很大 翻牌三张大红桃啊 谁有红桃呢?DJF手里有一张红桃勾 中顶对的Yara打出一百 哦,抱歉啊 Brandon手里也有一张红桃啊 不过非常的小 你跟我就跟啊 Brandon跟了,DJF也跟下来 转牌一张草花6 牌面越发越潮 所有人都没打 Yara也没敢再开第二枪啊 最终合牌一张草花S Check到底,Yara赢 呃,嗯?Yara没有Check啊 还是打出了一百 哎呀 结果紧跟着DJF喊出了O-In 让你欠啊 干嘛要打一百啊 摊牌就好了嘛 有摊牌价值 这么潮的牌面 你看 这回想跟 跟不动了吧 主要Yara合牌这一枪啊 打的实在是太小 最终被DJF抓住了机会啊 来看这手牌 呃 Brandon的翻前加注啊 一千倒啊 A圈拉的很满 这个加注有点大 CIA在考虑是否这手牌要打 啊?CIA是喊出了O-In 哦,不过Brandon手里 后手还有690刀啊 这提示框不对吧 你看这Brandon手里 这明显有一个五千一个一千啊 这怎么也是6900刀差不多 哇,那这手牌CIA很可能会有大麻烦啊 如果Brandon跟下来的话 CIA的牌是被压制的 而且Brandon可以算这张牌桌上啊 打的比较松的牌手 他真的有可能会去Gamble啊 啊Brandon说出了自己的A圈 这样的话CIA应该更紧张了 Brandon说,哎,我觉得我有必要去拼一把啊 我觉得自己有可能能赢 因为对手手里啊 有可能也就是一对勾 我的一圈是有胜算的 最终还是让CIA收持了 往往这个等待对手跟住 从而导致自己死亡的过程啊 以至于后看到结果啊 来的更痛苦啊 反牌 翻牌没有勾 这手牌没有奇迹 来看这一手牌 Boltus五六草花 Rest到了140 DJF20方块的300 紧跟着Neo口袋10座的400 而DK手里口袋勾 这手牌不好说啊 400入持 A挂的大牌啊 甚至是更大的对子啊 圈圈KK 也说不定了 无论如何 DK还是跟了下来 翻牌有Ace Ace在的话 虽然DK有位置优势 但只要Neo选择零打 DK就不是很好处理 3000刀的Pol只打600 这有点暴露牌力啊 有Ace的话会打600吗 老DK说的也很直白啊 我只需要搞清楚啊 你有没有Ace啊就行了 下注1200刀啊 反加一个Double 心说你要有Ace啊 你肯定会往回推 而对于Neo来讲 他同样也会要担心啊 DK手里有Ace 不过还是 跟了下来 转排一张黑套6 继续过牌 做四败入驰 有A圈一K 不能打得这么稳吧 老DK还是再开出了一枪啊 又是一个1200刀 继续疯狂试探对手的底线 你还别说 这手牌老DK的思路 我觉得是清晰的 而Neo所展现出的牌力啊 也是真的不强啊 最终合牌一张草花4 大顺子面 大画面 Neo该来了 Neo该开枪了 这不会不打吧 哇 真的不打 那这一顿石 根珠到底的意义何在呢 最终check check DK 收下这个底池 再来看这手牌 Brandon可以石方块 加注到200 一个两个三个 四个根珠啊 你还别说啊 这张桌子吧 虽然额度是完全没有周五的大 但是因为 正是因为尺度比较小 所以牌手的那入尺率呢 就很高 这样的话就非常容易出冤家牌啊 你看这手牌 DJF拿到了天顺 而Brandon 这是顶对买花 Brandon下注600 DJF反加到了1600 而老DK他拿着一对八还在犹豫 看到一个下注一个加注啊 这很容易判断自己落后啊 硬跟啊 我是觉得要是有一张方块 Ace这个跟注都还有点意义 哈哈哈哈 Brandon说哎 我是真的喜欢跟你们俩打牌啊 真有意思 DJF说没错 我们俩从来不盖牌是吧 哇 Brandon听取了DK的意见 直接推了 那这牌DJF肯定是没得说啊 直接跟注 又是一个大底池 13600刀 老DK的1600刀 白花了 别想了啊 这一对八啊 你就算手里两张八 我觉得你都在犹豫犹豫啊 想啥呢 好 那么来看最后的结果 转排 这个机位有点黑啊 转排一张黑道五 对于Brandon没有帮助 对于Brandon没有帮助 合牌 一张草花儿 那么恭喜DJF 天顺笑到了最后 拿下这个大底池 好 那么随着这手牌结束呢 这期视频暂且告一段落 牌中的战斗还很长 咱们下期接着看吧 下期再见 这位 这位